100辆电动巴士于去年11月抵达智利 智利总统皮涅拉欢迎他们来到首都圣地亚哥 智利将改变自己 成为世界上除中国以外电动巴士数量最多的国家 在哥斯达利加 电动汽车是政府减少碳排放计划的关键 电动汽车销售人员马里亚诺阿瓦洛斯表示 制造商们预计在未来几年内生意会很好 我们听说到2030年会有大约50%的汽车是电动的 我们国家现在有600台这样的电动车 我相信明年这个数字会增加3到4倍 随着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担忧与日俱增 电动汽车 电动巴士 电动小型摩托车等等 正在全球范围内扩张 交通运输产生的温室气体约占世界总量的14% 全球石油消费也在增长 空气污染也随之增加 印度电动车公司易创的发言人斯普塔拉西查克拉波尔迪说 这让电动车的吸引力增加了 这些都是无污染的汽车 与汽油和柴油相比 这些汽车的运行成本更低 运行成本更低 因为充电通常比加汽油或柴油更便宜 电动马达的维护成本也更低 但电动汽车的售价仍高于化石燃料汽车 政府补贴带动了全球许多地区的电动车销售 电动汽车车主克里斯蒂安布尔表示 在挪威超过三分之一的新车是电动汽车 大幅度的税收减免只是购买电动车的福利之一 我们可以免费停车 还可以免费开车进城 而且我们不再需要付油费 在这些奖励机制下花费变少了 这真的有很大的影响 但政府正在收回一些福利政策 还有一些将于2021年到期 电动汽车驾驶者艾达·维霍夫德说 这可能会降低电动汽车的吸引力 如果它和普通汽车一样 我就不会考虑它了 但就像现在一样 由于税费问题 它要平易得多 所以现在购买电动汽车要好得多 但政府也在考虑让我们支付所有费用 电池的成本正在迅速下降 但据估计在2030年以前 电动车的价格仍会高于传统汽车 挪威电动汽车协会的斯塔里·弗莱登·隆德说 为了达到政府目标仍需要补贴 到2025年 电动汽车的市场份额应该达到100% 要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需要持之以恒 专家表示电动汽车在降价前 可能需要世界各国政府的帮助 美国之音巴拉格纳 顶电动汽车也对比达到十分钟